拿到季华文的签名棒球 季隆市长牛昌感到相当荣幸 并回赠季隆人生活风格宝物伴手礼 一位季隆出身的资深裁判季华文 不但是中华职棒裁判 在奥运棒球比赛执法的第一人 更担任开幕战及最后金牌战的主审 是季隆之光更是台湾之光 季隆市长牛昌因此特别聘请计划文 担任市政顾问 需要协助推广基层体育及产业发展 未来也能进入校园与季隆学子分享成功故事 裁判长他是台湾之光 也是我们季隆之光 在这一次的东京奥运的棒球的开幕赛 以及金牌的决赛 都是由我们裁判长他来担任主审的工作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季隆人的一个骄傲 那而且我们裁判长他是道道地地的季隆人 他是这个安乐国小国中 然后是光荣加商毕业的 那他会走上这一条路 我觉得给我们的孩子有很大的一个启发 也就是他并不是棒球拳手出身 但是他却在这个不管是我们的中华职棒 还是在国际的赛事上来执法 我想这个是除了选手之外呢 是担任裁判长 是很大的一个这个荣耀 也是很大的一个责任 那我觉得他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故事 非常值得我们年轻的朋友来学习 那而且可以变成是他们的借劲 没有成为棒球选手 从小就热爱棒球的季华文 选择走另外一条路 成为专业裁判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回想当初在东京奥运赛场上执法 季华文坦言既紧张又兴奋 在场上其实受到任务的时候 其实除了紧张又兴奋 那我也期许我自己用 所谓专业经验以及乐业的一个态度跟精神 来完成这次的比赛 那所以会紧张吗 当然是会的 怎么克服紧张 现在你执法一定那么多场 其实紧张对于你碰到一些压力 其实都会紧张来自于你的身体 那除了在场上 你要告诉你自己 冷静去面对一些 你可能遭遇的一些问题跟状况 那深呼吸 你就能够克服一切 近30年来执法超过2000场次 担任主审更大物碍场以上 季华文表示 希望有时间为家乡做点事 鼓励孩子用正向能量 面对困境逆任而解 尽力完成人生目标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